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有很多各国的新住民朋友 在台湾落地生根甚至就业创业 那在陌生国家要生活要工作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那新住民朋友在台湾生活工作 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政府还有新住民协会 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 还有哪一些福利措施 可以提供给新住民朋友 那今天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聊聊 那么电话连线到的是 中华民国优质家庭教育 发展促进会的秘书罗盈宇 罗秘书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想先请问罗秘书 新住民朋友在台湾生活就业 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去年是在大洋区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不过这么多年来 其实有时候要看地域性 地域性也是有差就对了 对它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高雄 它就有所不同 能够在台中的台中的一个区域里面 其实它会有因为我们的区域又不一样 像比如我们是在大洋医 对 在甄北屯区就有所不同 对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 大洋区的地区比较靠近 西河的工业区 然后还有 枫园 对 然后还有枫园 那这一段都比较属于 其实有农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 大洋很多都是地主的 地主 还有枫园那边也很多地主 深冈那边也是 对 可是又有这些工业区进来 所以又很多外劳 很多移工 需要一些劳动者 应该是那么说 我们在清泉岗那一部分 又有很多的农民 农民 对 又有很多的原住民 对 那边有一个部落这样 所以其实这大洋区域的话 它会比较多元 对 对 所以他们在就业当中 其实我们姐妹当中 除非就是说 你的耐力啦 或者是学士比较好 那他们的工作 相比会比较稳 那我这边碰到的一些姐妹 其实在工作上 会比较碰到 生活 就是就业当中 比较当 会碰到的是说 语言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 东南亚 东南亚 对对对 那东南亚的话 其实是一个就以为它所面对的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应变的一个方式 应变的方式 你是说觉得就是市区的新住民朋友跟郊区 可能就会有一点落差了 对不对 对 家庭 有时候我这样子讲很多人 就是有些北部的委员 那时候我们在撰写计划的时候 有时候在谈到这个 他们有时候委员会觉得说 不会啊 这些新住民其实能力都还不错啊 然后家庭也都不错啊 其实我刚才讲就是 先介绍大洋这个区域就是说 它比较多远 所以其实它下来的家庭 其实所持在的就是它不担的压力 有时候有经济压力 有时候真的是会比较 比较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比较大 对等于就说 它可能就是算是比较偏蓝领的阶级 然后新住民朋友就是姐妹嫁过来之后 大概可能就是就要直接 很多都是在可能工厂工作 对对对 然后它就是会直接面临就是 你说语言的问题 语言的困难 它可能没有时间要去学中文 它就被迫得要可能就是要负担家计 它就得要马上去工作 对 然后接着 有时候跟公公婆夫 对 然后跟家庭的一些 然后有时候理解力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有时候在做 在工作上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快 就是比较不顺手 它花更长的时间去适应这样子 除了生活上的适应 还有就是语言沟通上的适应这样子 对 所以部分它们对它们而言 就是会比较 比较困难 对 比较吃力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它们有时候都要回 回远兰 回母国这样子 回母国 一回去可能 它们是请假 请假可能就扣薪水吧 有些它们 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这边的姐妹过去一个礼拜两天吧 有时候更久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一年他们只要 就是说一年 你一次大概OK 有这两三次其实 他的工作就会断断续续 我这边碰到的是这样子 比较常就是回越南回来了 就换工作 然后工作就不见了 对 我就问为什么 我请那么久 老板就不肯啊 就是他们比较 就是我觉得在就业上也比较没有保障 对不对 对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请那么长的家 如果要回乡的话 那他就只好请回 然后从越南回来一趟 然后就换工作这样子 对 然后在几年前 我们在做直讯的培训的时候 也发现 南多新作品在小型的那个工厂工作 是没有劳保 没有劳保 所以这样算是黑户的一种吗 算是吗 有时候对家庭 那个小公司 小工厂来不能说公司 会觉得家庭代工而已 可是这样子工厂不算违法吗 应该就不算是太合法吧 对 它是有点小型的 那大家都走在说 我的员工没有五个人 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就对 就是如果说他的那个工厂的规模 是非常小的话 他就可以这样子 偷偷这样子做 对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因为你们就是地域性的关系 所以你们碰到的比较多是 这一方面的问题 这样子 对 那这样子新住民朋友 他遇到这些困难 他可以怎么去寻求协助呢 其实我觉得台中市政府 现在对我新住民这一部分 很努力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台中市 所有的行政区域 都会有一个新住民的据点 对 获得中心 所以他们就是有就业的 我们这边或者是说中心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去公所 去公所 对 那当然啦 其实我最多都是姐妹互相带 哦 姐妹就是人 人就有人这样 对 因为她不知道要去寻找 对对对对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啦 因为其实地点都有 只是说 因为地点就在那边 只是姐妹不知道 尤其他如果说 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工厂工作的话 都关在家里 还是关在工厂的话 他可能资讯上的那个 接受也没有这么的快 所以她遇到困难 她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还好就是会有一些同乡 或者是 比方讲说不一定同乡 可能是也是一样 从国外来的姐妹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 所以就是人技的力量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然后她可以就是 其实这几年应该是有赖于我们的赖啦 FB这个一一的讯化真的是很普遍 这些姐妹来 其实我们十年前在服务跟现在十年后来看 十年前这些姐妹坦白讲来 真的都会怕话 每次进来我们 第一次我们的时候 刚认识我们 都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但十年后的姐妹也比较 感觉上会不会比较勇敢一些 她大大会吗 真的会 其实她透过朋友当中 她其实讯息多了 我觉得讯息多了 让她更了解台湾的文化 对那你说 他们会立即去哪里找什么讯息 就是大部分我了解的就是 他们都会透过同乡 同乡 这是最快 这是最快 所以他们也比较没有压力 所以真的是 我现在给她讲说去驱公所 她说去驱公所在哪里 对啊 去驱公所在哪里 你跟我讲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要上网找一下 对不对 对 我们Google我们还想一下 地银在哪里 对对对 她的年线这边东西哪里 她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同乡的姐妹直接带她去驱公所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她就是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也比较搞得清楚方向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也是拜网路所赐 对不对 资讯的传达真的很重要 还好现在 基本上你接触到的姐妹 就是她们都手机什么 网路使用都比较方便 方便很多了吧 会有那种就是 完全真的是 没有办法接触到网路的人吗 目前我在接触真的是 真的是几乎是没有 好像基本上 只要有来到台湾 大概是手机是基本的配备 网路是基本的配备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就是靠人际的力量 遇到困难 千万不要躲在家里 不出门 对勇敢踏出去认识人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她们有时候要嫁过来的 亲密准备 只是多年的姐妹是不一样的 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十年来 当然是环境也是改变很多 对所以呢 这些姐妹们 寻求正确的管道 一定可以改善一些困境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罗蜜叔聊 感谢观看